假牙有疏种材质可以选择 民众可以从就诊的牙医诊所 医院透过医师的告知与说明 获得相关资讯 不过每家意见不同 在医疗服务的不确定下 导致有许多民众觉得假牙与预期不合 佩戴不舒服或是对费用有疑虑 进而向卫生局澄清 以我们台北市民来这样子 就是日常常常就可以听到 有关你这个跟牙科有关的纠纷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借着这个机会的话 要让大家有一个机会了解 到底假牙我们去寻求 去做一个牙齿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的一个制作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举结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了解一些 基本的跟它有关的提示 首先就来介绍大家平常民众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这个叫做 单科式的固定假牙 那单科式的固定假牙 我们这边有用很多种材质 像这边就有介绍它是全食罐的材质 那它的特性就是它透光度比较好 那它针对于一般 比如说因为我们亚洲人的牙齿比较小 接触到神经的那个法郎子是比较薄的 所以有些人条件它如果不适合做这种两层的 像这种 里面这种是传统的里面有一层金属 然后外面有一层磁 这种需要被磨耗掉的磁质会比较多 所以病人牙齿容易敏感 然后像这种全食罐 它所需要的厚度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要看病人的条件 然后再跟病人做解释 由牙医师这边来跟病人做解释 那我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材质的特性 如果像一般的民众 他如果对这个制作上的条件 有一些疑虑的话 那我们工会的官网也都有提供一些 紧密材料表的一个呈现 那民众可以查询 也可以打电话去工会来做一个询问 台北市牙体技术师工会 也特别制作夹牙材质比较表 民众可以上网了解夹牙相关资讯 也可以扫描官方聊天室 以地医病沟通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民众 不要被天花乱坠的广告和行销手法影响 选择医疗服务前多沟通讨论 降低未来发生医疗纠纷的机会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导